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架壳电子对的互次理论 我们看英文这里 架壳层的电子对 这是排斥理论 我们看内容A点 化学见解理论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预测分子的形状 但是有一种理论非常简单 在预测分子的形状上非常成功 这是我们要介绍的架壳电子对互次理论 这个理论不需要用到混成鬼域的观念 我们只要会画出路易式电子点式 就可以预测分子的形状 这个理论基础这样子 认为说环绕中心原子的周围原子 它的几何排列 主要是建立在中心原子的架壳层电子云 因为复复会相斥 它会互相排斥而尽可能的彼此远离 所以决定了分子或者离子的形状 我们来看图 有五种基本的形状 然后会再衍生出一些变化 后面我们再介绍 这图里面每个气球就代表一个电子云 所以我们用这个气球互相推挤的状况 我们来说明架壳电子对互次理论 如果只有两颗球的时候 就是两个电子云 则它们次力最小的话 就排成一直线 夹角180度 我们看这个例子 架壳层上有两对电子的时候 像绿化皮或者浮化皮 皮有两个架电子 所以这里两颗气球 两颗气球夹180度 然后绿原子的2P轨域 有一个半填满 就七个架电子 右边这个绿也是 所以绿化皮是一个直线形的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中心原子就是皮 它的架壳层电子云 因为要使排斥力减到最低 所以排成一直线 所以决定了绿化皮的分子形状 是一个直线形的 绿跟绿就是周围原子 也就是间接原子 哇 因为 好之下来我们讨论二氧化碳 碳有四个架电子 所以这里有两颗气球 氧原子有六个价电子 所以太阳之间是双键 再来NO2正一 蛋有五个价电子 正一少一个价电子 所以剩下四个价电子 然后外面再接两个氧原子 这里两个气球 周围接氧原子 六个价电子 直线形 再我们介绍 如果有三颗气球的时候 就需要有三个电子云 则因为电子云次力的关系 会形成一个平面三角形 两个电子云之间的夹角 120度 我们看这两个例子 绿化棚 棚有三个价电子 1 2 3 所以这里有三颗气球 所以捧中心原子 架电子云的排列方式 决定它的形状 是一个平面三角形 外围接了绿原子 有七个架电子 好 再来 销川根 蛋五个架电子 负一 得一个电子 所以有六个架电子 三颗气球 所以是一个平面三角形 外围接了 氧原子有六个架电子 接着我们讨论 如果四颗气球的时候 在空间中的排列会变这样子 是一个四面体型 我们看这里 中心原子 这第一颗气球 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每个气球之间的夹角 是109.5度 好 这个四面体 我们再画一条线 这个四面体 老师再把它画清楚一点 好 把它连起来 这里 这里一个面 这里两个面 这里第三个面 这里第四个面 所以是一个四面体型 我们看例子 CH4夹碗 碳有四个架电子 所以这里有四颗球 周围接了氢原子 是一个正四面体 是一个正四面体 再来 磷酸根 零有五个架电子 -3又得到三个电子 所以有八个架电子 然后有四颗球 周围接了氢原子 有六个架电子